Hello 大家好 我是飛入 我終於忍不住去了球場試一下鞋子 大概都叫做初步有些印象 當然不會是長測的 叫做試過一下鞋子 好過我在家債托 我覺得感覺就會好些 今次其實我想先講結論 這次的結論就是 果然 Nike 都是文明不如見面 凡是第一代做炒了 第二代就會做好 那它和 Adidas 剛剛當完剛好倒轉 Adidas 通常第一代做得好些 第二代就會差點 那它現在就學了倒轉 第一代留定些 等你第二代做好些 所以這一代的 Zoom Flake 2 我會是 推介給大家的 這也是幾奇怪的 在一個 Budget Model 來說 正常的 Nike Budget Model 我很少真心覺得要推介給大家 但這一次我覺得都值得推介給大家 雖然大家要聽下去留意著 有三個問題 這三個問題 你要留守先想想想 會不會困擾你 你先去買這雙鞋 其實整體來說 這雙鞋穿下去的感覺非常之輕盈 這雙鞋可能三百多克左右 很輕的 所以你穿下去的時候 這雙腳的感覺就非常良好 因為很輕身 再加上其實它這一集的面子 所有的填充物 那些本身的材料 是用得比上一代為之靚仔一點 那縱年都是這樣 其實都是這樣的 布面質地這樣 但是呢其實這一類型的感覺 類似房間皮面 這些 就是後肘的部分 一些 好像棉質這樣的物料 都不是說一些特別貴的東西來的 但是相對來說 整體 整合出來的感覺 就比上一代用的物料 最初很多 再加上我自己都蠻喜歡它這個 這個造型設計 本身呢 就在各方面已經加了分 當然 其實上一集都說了這些無聊的東西 最主要都是想說幾件事 就是traction 方面 surprisingly translucent rubber 這個traction 在街場來說 我覺得是 算是有驚喜的 挺好的 又不錯的 一來沒有什麼特別 覺得有任何地方的線 二來就是它這個 本身後肘的部分 是一個都蠻大的uncertainty 對我來講 那麼 試回來 so far 我覺得挺好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說 有什麼位置會突然 滲出去 我其實呢 這個做法呢 當正常試打球這樣打 就把球 射到框上也照射的 我也是照樣打照射 不然 雖然呢 心裡面經常冒著的危險 就是浪在上面 我只是試了一集 都浪了兩次了 但是呢 你也要 盡量當自己練習這樣打 才會試到的 那麼 那麼 後肘的腳整體的感覺呢 就是 TRACTIONS 是OK的 即是沒有特別問題的 比起 PUMA那些 真是你會知道 他縱然做得平穩一點點 但是呢 他的TRACTIONS 在後肘部分呢 即是CLIHARD WOOD 那些後肘 是 明顯滲出來的 但是這個後肘 雖然的紋路 真的非常之古怪 但是 就實際來講 他就沒有什麼特別大問題的 這個不知道是因為 膠本身的物料的問題 還是 究竟這些PATTERN 真的有些特殊的東西 那麼 我也不知道 知道 即是擠 好像擠 那些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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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法的設計 是一個什麼力學 什麼 就是有什麼TRACTION可言呢 但是實際出來的效果 也不是真的那麼差 有時候就是這樣 那麼前掌的部分呢 這個螺旋紋 就是小顆呢 雖然我猜 它的DURABILITY 一定會差了少少 但是 我試出來的效果 前掌的部分呢 都幾滿意的 那麼 很少的鞋 Nike 尤其是近來的鞋 前掌 只是前掌ZOOM 前掌的部分的TRACTION聲 我覺得幾滿意 那麼 接觸面是比較大的 那所以呢 前腳的部分呢 如果你在 給你轉向 或者你DUPTING 前掌跳 各方面呢 它的效能呢 都非常之高的 這個 我都不得不承認的 這個真的 但是相對於很多球鞋 來說 這對鞋的前掌的部分呢 都是做得非常之好 相對 真的 前掌是真的可以的 那麼我 都不可以說它 純粹因為是BUDGED MODEL 所以說這個不行 這個真的可以的 那麼 那麼 挺有趣的 我覺得它的TRACTION前面 尤其是在你左右轉向的時候 那麼可能你做EURO 那些動作呢 可能會 會得身應手一點的 那麼 但是我絕對不是一個做EURO的人 所以我 很難告訴你 這個EURO是怎樣 但是我也是有做一些 特意做一些 拍球轉向的動作 那樣 所以他試到這個 左右的TRACTION 是可不可以 那麼 會有些叫的 都會有些叫的 那些轉向的時候 真的挺有趣的 轉向的時候 的TRACTION有些叫 是那些古怪的 但是 不知是新啦 還是怎樣 可能說內武打球 那些力量掌握得不好 那些鞋子是有些叫的 那麼 但是是咬著地的 都一直都沒有屈挖 有些 什麼古怪的打滑 這一點是不錯的 那麼 去到中底部分 通常都很多人關心的 前掌的SUMAIR的部分 其實你會看到 在這個部分來講 這裡 那麼 其實前掌的感覺 是有幾好的 就是前掌落地 如果你是喜歡彈梯一下跳 就是你喜歡那些二次三次的搶板的人 你會覺得 哇 真的有反應 因為呢 一來他為什麼有幾個人 要讓他做走這件事 一來 他輕 他的鞋子輕 令到你的負擔很小 而你呢 就是你跳 純粹跳幾下 你這個 ZOOM 你說是不是很有感覺呢 少少有的 未知好有的 因為 前掌落地部分 大部分都落在前掌椅的位置 所以這個按鈕呢 你說是不是很有應貫呢 又不是的 但是呢 他也沒有特別為你帶來一些古怪負擔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 整體來說都可以的 但是呢 我首先都要提出一點先 這雙鞋的前掌 ZOOM 你會知道是一個ZOOM 為什麼呢 他在一個缺點上面反應了 我相信你一定沒有在任何地方聽過 我試了很多次呢 特地去感受一下 為什麼我會試到這個ZOOM 因為呢 他的腳趾的位置 他的腳趾的位置呢 他的腳趾的位置呢 就是在一個EDGE的位置 你的腳趾就是在這裡 你會呢 低能度呢 踩到這個邊的時候呢 那個腳趾的 腳趾的 腳趾尾 和第四個腳趾的位置呢 是明顯有時候會踩 覺得出了ZOOM的位置的 所以呢 你就知道呢 那裡好像一些東西呢 反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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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 那樣 會令到你 即是 向外移的時候呢 那個感覺呢 是有少少少不良好的 就是你不是下下中的哦 你是偶爾有幾下中的哦 那才有趣哦 就是你會知道呢 啊 現在我已經踩出界外了 那樣 就是踩出ZOOM的範圍以外了 我已經 跳出了他的地方了 那樣 就是這個呢 是我 這麼大個兒子 穿like這個球 是第一次感受到 這麼低能的東西 對上一次都有的 Jordan 33 那Jordan 33的時候呢 前面那條界呢 也是試過的 那今次呢 這一次呢 就側邊那條界 那次是前面那條界 真是不知是怎麼玩 那我希望大家感受不到這件事 那但是呢 在短短的 即是未選過鐘裡面的過程中呢 我都 至少 超過五次以上 感受到這件事的 那 所以這個 大家要留意一下 你自己喜不喜歡 有這樣的東西 那 但是去到 前掌部分都覺得 不是真的 都幾好的 但是後掌部分呢 其實呢 這些純粹 有些好像Injected Flylon的物料呢 究竟避震都不OK呢 有很多人都會說 OK啦 不錯啦 我聽過無限的 很多不同這些 的評論 那我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真的落地 用後掌呢 你就沒有玩了 但是 你會直接 噢 射 然後 那我呢 為什麼我這樣試呢 我就試一試 跳起後掌 一坐坐下去 看看 究竟避震有多少 一坐下去 你就已經覺得 行程到到底 然後直接震到上腦了 所以 可能我現在看重 真的重了幾多 那 所以這個 直接覺得 哇 什麼事啊 哇 直接是 檔氣回場啊 震到上腦了 那個行程 本身呢 後掌的行程呢 是非常非常之小的 你只能踩 哇 到底啊 有這樣的感覺 那一刻 所以 如果你奉勸大家 如果看重偏高啊 或者你是 長期搶男媽後掌 落地的朋友仔 這對呢 就應該是不適合你的 因為 他都挺震的 不是普通的震 現在還有一對新鞋 沒有特別說 踩到 本身那個物料 是踩實了 都未踩實了 你已經覺得 一個後掌 就是你連續兩三四天 跳前掌 一個後掌坐下去 你就直接覺得 哇 這樣倒了 通常有些鞋 很多時的極限 就是到了 和到了 這樣的情況 它是倒了 一開始一踩下去 這個呢 真的非常之驚難 後掌部分 不過 純粹以配合 如果你是用回 一個前場型的打法 它是OK的 因為 可能你一路 衝場 前掌 藍板 你用前掌 下 你可能是 很多動作 你用前掌 下地 前掌部分 你的位置比較多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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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上 Yandis 本身是 跳跳扎的人 所以在他 後掌的要求 可能真的未必 去到 那麼緊要 那 究竟裡面的舒適度 很多人說 前面偏長 什麼 包裹 怎樣怎樣也好 我自己覺得 前掌沒有什麼特別偏長 九號半 腳趾都去到 這個位 而 在包裹裡面 因為它 填充物本身比較多 我覺得 感覺上 就算動起來 也沒有什麼特別多 開位 也不是超級貼 令到 我覺得非常夾 沒有說夾得很緊要 又沒有說 很古怪的腳型 我正常是腳型 所以 在這雙鞋的鞋籠裡面 我又沒有什麼特別 偏長度 和闊度的問題 我覺得很正型 看看大家自己的 感覺 值得去 專門電視的視野 我覺得 這雙鞋穿下去 踩幾下 你就知道腳型適合你的了 透氣程度來說 它雖然有很多洞 在前鞋籠的部分 但是 鞋籠本身 自己都偏後的 這集的 填充物 在裡面 是做得幾多 所以 感覺上 包裹也是幾好 而 本身 布的力量 都幾足 所以 你又不會覺得 鞋面變形程度很高 這是值得一讚的地方 但是 扣氣程度來說 當然就是一般 不能說得上什麼 後鞋的 鎖 和支援 我覺得是 OK 不合格的 但又不能說非常之好 以一個小前鋒來講 可能差一點點 但是 以一個前場的打法 你會覺得都OK 正常的 Kobe 的設定 我覺得 你當是Kobe 的一般 由第四代 開始打後的設定 後鞋的設定度 按照一下 如果你接受到就接受到的 這個 你說 是不是有很多不同的包裹 包得緊的地方 沒有什麼 又不是特別跨 那有 而這個枕頭位 本身的位置 也沒有特別 又不舒服的地方 後面這個位置 也算是貼的 不會說 一穿到那雙鞋 下去 拉緊之後 這裏 很多鞋 這個位置 本身一拉完之後 這裏也吐開了 一腳踩上去 一踩到地上 那時候 吐左肥油 你的腳硬的保護 其實是零的 那些鞋是很多的 但是這雙鞋 就好像 在這方面做得OK 沒有什麼特別大 因為可能一來 雙鞋本身比較新 那個 formation 本身還保持得住 那所以 後鞋這部份 沒有說穿完之後 吐左肥油 這個沒什麼特別 後鞋的變形部份 再加上那個 就是緊貼程度 我覺得是可以接受 和OK的部份 那另外 這雙鞋 我都和大家 之前都很留意 上一代 本身 說他根本會變形金剛 那這一隊 亦都相對 超級實正 你看到扭動的時候 亦都未知 超級實正 如果前掌的 扭動的點 其實是不是 非常之對 我覺得是普通的 你會見到 其實那個 不是一個 合理的摺疊點 那裏扭動 但是 穿上來的時候 也沒有什麼特別大問題 中間的 TPU位 有幾大幫助 在左右扭動的時候 的確比上一代 進化了很多 如果你上一代 鞋 你拿出來玩 可以左摺右摺 摺到它 變形都可以 但是這一代 有正常的 一個叫做 正常的光度 正常偏窄少少少的光度 我認為 以球鞋來說 不過 如果你不是超級激烈 這個光度 應該遠超於足夠 所以你要留意 不過 純粹以前張摺疊位置 就不是真的非常理想 我覺得這樣扭下去 因為 摺後了少少 你前張腳趾摺的位置 應該是過位置 但是 很明顯摺疊位置 是比較偏後的 這個大家要留意 但是 Outrigger 方面 是OK的 你純粹用來試一下 Outrigger 雖然你看到 真的看不到 但是思想穿下去的時候 其實這裡只有一個Edge 這條Edge 在實際用途來說 好像比想像中大 你會覺得 如果你屈下去的角度 是很少的 如果你喜歡看極客鞋潭 屈鞋的角度 喜歡看三文魚 屈一隻腳下去的那個 你會發現這雙鞋的角度 是紮得很少的 即是這個Edge 很快已經頂上來 所以 這個Outrigger 是一個 暗暗地 做得挺好的設計 這一點也不用太擔心 其實這一堆東西 是不是很多 夠力的位置呢 我想最主要 整雙鞋的Formation 都要靠中間 這一塊膠 加中間那塊片 都不可以說 預期什麼 不過正常已經比上一代的光度高了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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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覺得這個鞋 以這個價錢來說 絕對可以賣來打球的 真心不得 真是很難得的 Nike 無論外觀上 價錢上 各方面 其實整體來說都算平衡的 追完最大的敵人 就是後鞋 的緩震 再加上 踩得到的小宇宙 ZOOM在哪裡 這兩個比較有趣的地方之外 其他地方我反而都覺得挺滿意的 很有趣的就是 以我六百多元入手 我覺得都挺不錯 不過 到最後我打完之後呢 都是去回我穿Nike球鞋的 就是 最大的問題就是腳筋控 這一點 好像 一直都不知道為什麼 穿Nike球鞋都沒有什麼改善的 KD13 是沒有這件事的 但是這一雙鞋 又好像 有一點點 所以這一點 如果大家 真的 都要留意一下 後腳筋比較弱的朋友 你都要 審慎一點點 這一點都會影響到的 不過 如果大家喜歡打開街場 一般來說 節奏比較明快一點點 就是打5人 打開前面的朋友 我覺得都適合的 打開底的朋友 就真的不要相信Yannis 他自己才行的 如果你說 你打開底來穿他 我覺得 一來他前掌雖然穩定度比較高 但後爭那個 情況 完全都不適合一個 打開底 你紮出來打的風格 完全都 感受不到他做到 他有個好處 他後爭的位置 靈活性都幾高 如果你真的純粹去打 例如拿位轉身 他的靈活性 比一般的 中鋒鞋 打底的鞋 都為之高很多 不過 不應該這樣做 因為他的保護性 無論保護性 整個鞋的設定來講 都是傾向於打 打面的多為主 當然 Yannis 本身的高度 其實 他一直都不站在面上 不過 他經常由後打到前 所以 你都不知 應該怎樣定位 他就好 不過 他現在是最新的DPOY Defensive Player of the Year 亦都是之前的MIP MVP 真的什麼都被他套掉了 這一個定位的球員 明星球鞋 今次配不配得起他呢 我覺得OK 當然 他亦都是會 作為Nike 梯隊裡面 他的球鞋 最快升到原來的Premium 亦都加加最快的一隊 所以 大家可以留意著 現在二十多歲 這些 開始慢慢穿起 他應該有些前景 可能出到十代八代 如果不是大雙 那 他那些就可能會變成Kobe系的東西 這個 大家要想一想他 會不會值得都 買來穿一下坐一下 但是 純粹 以整體的造工角度來講 你要當他千多元的鞋 就不行了 但六百多元打街場 就算一個 挺不錯的選擇 我會認為他比PG4 比起Kai V6 都為之好和適合 即是某程度上 如果你純粹打街場 希望今個 不如今個夏天 今個夏天很敏 希望都叫做 學生 回到學的時候 去打球多個選擇 今天就到這裏 如果大家有問題 在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 頻道 按下小鈴鐺 拜拜